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蒜蓉粉丝扇贝的做法 扇贝洗干净,取肉去除内脏 处理好的扇贝肉倒入料酒和胡椒粉腌制15分钟 粉丝用热水泡软备用 大蒜加过去蒜泥 将泡软的粉丝和腌好的扇贝肉打开 放入少许姜丝蒜末 蒸鱼豉油,剩锅蒸7-8分钟 油温6成热,加入剩余的蒜末 蚝油 蒜末炒香备用 炒好的蒜末倒入生抽 少许料酒,少许白糖,香醋 搅拌均匀 将调好的蒜蓉抹到扇贝上 撒上葱花,小米浆 最后淋上热油蒜蒜 白盘开吃 葱花,小米花,小米花 最后淋上热油蒜 仙草 好 好 好